蘋果的經銷商Studio A旗下校園 經電聖科技與淡江大學合作 設立了北臺灣首家的Apple區域 教育培訓中心 日前在淡江大學校園內舉辦一場 節拍的儀式 校方表示希望藉此培育 北臺灣更多的優秀城市設計人才 看準城市開發人才培育的重要性 亞洲最大的蘋果經銷商Studio A旗下的 校園店經銷科技與淡江大學合作成立 北臺灣第一家的Apple區域教育培訓中心 RTC 日前在淡江大學校園內 舉辦一場節拍儀式 校方表示希望藉此培育 臺灣更多優秀的程序設計人才 這個場域是開發課程讓學生在大學的時代就有一個程式能力的一個訓練以及他能夠得到一個所謂的實質認證的證書 那這樣對於他就學以後他在以後的就業他的競爭力以及他城市的能力就非常的強 校長表示這一所教育訓練中心不只是讓學生在大學生活課程當中 可以選修這門程式開發學分 還可以學到蘋果公司最新的課程內容 並且得到實質的認證書 過去全球App下載量累積達到1759億次 其中在App內消費金額總共達到超過860億美元 對此經銷商經濟科技 也希望透過成立RTC可以培育更多人才 在蘋果的這個市場率擴大 硬體使用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軟體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App的開發 那我們從這個數據上面可以看到 在App在影響我們的生活和學習上面的一個很大的一個作用 那其實我們非常感謝Apple授權在這樣的場域能夠得到學生的認證 我想這一塊對學生未來就業幫助非常大 那裡面我們開發課程 我們的師資 我們的老師 學生在整個這個場域 我想整個的城市的能力會大大的提升 淡江大學斥資數百萬成立 北台灣第一所Apple區域教育培訓中心RTC 提供iMac與iPad超過96台的設備 聘請Apple認證的講序規劃 32小時和64小時的程序設計課程 可以同時獲得學校學分以及Apple原廠休息證明 而未來淡江大學也會規劃非學分類的課程 提供北台灣地區對於iOS編碼有興趣的社會民眾 可以報名參加學習 記者許多安逸 代表三方報導 記者博海報